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5日 仁川连欲去FC首尔周六傍晚 韩直继续进行 其中仁川连将做客挑战FC首尔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仁川连上仗迎波止住颓势 期间攻防两端的发挥出色 如今即将挥军挑战手下败将FC首尔 仁川连此行凯旋在即 上仗在伯禄思域的首开记录之下 FC首尔坚守了几乎全场比赛 但可惜对手比赛尾段连入二球 FC首尔遭遇联赛主场三轮不胜 17轮韩直战罢 FC首尔取得5胜6合6负战绩 其21分排在联赛第7的位置 与仁川连积分差多达6分 显然前者经济表现略不及对手 FC首尔的进攻多样化 全队共12人打开函直入球战户 不过这也导致球队没有一个进攻核心 作为对内投号射手的罗向号 只不过是攻入了5球 而且他以多轮没有入球 状态不算理想 于是乎进攻重任 就落在伯禄思域身上 不过塞尔维亚中场的表现 并不足以扛起整支球队 目前来看FC首尔的处境相当挣扎 是意面对来势汹汹的人穿连 FC首尔不宜过分高估 客队方面 人穿连目前身处积分榜第四位 前17轮联赛战继位7胜6和4负 仍然有机会冲击汉直前二席位 人穿连阵中拥有目前高居神社首榜榜首的梅高沙 这位黑山前锋金计较风颇顺 至今梅高沙在汉直中已有14球进账 很有可能打破他效力人穿连期间单赛季16个联赛入球的记录 上仗评级眉高沙的帽子戏法和宋石友的锦上添花 人穿连成功主场称雄 一扫前轮不敌竞争对手之阴霾 球队士气有所提升 尽管人穿连近期整体表现不如开季 但面对FC首尔依然很有话事权 最近四次交锋前者取得二胜二合的战绩 期间防守端仅仅一次失手 可见人穿连球封能够克制着FC首尔 综上所述 此番人穿连是迎面更大的一方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